许云山就是被大家习惯称呼为许大爷的这位 由演员罗精明饰演 罗精明 蝶名罗精明 现年67岁 演过不少角色 是一位老戏骨 大家熟悉的有 平凡的世界中的王满淫 士兵突击 忠许三都的父亲许百顺 许云山这个角色 给人的感觉挺真实亲切 有生活气息 还有那么点智慧 他那句没有贼能偷走法律耐人寻美 在秘云农村时 许大爷大晚上拎着一盏灯巡视 打扰了杨树茂和史晓娜的亲热 使得杨树茂对史晓娜出吻未遂 这应该是许大爷的有意之举 因为他对生产对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有了解 不但知道贾事发是老色鬼 还看到过谢志强跟贾晓英在亲热胡搞 就担心大茂心急出事 递进杨树茂和史晓娜是他最看好的知青 许大爷被杨树茂接去城里 就在公司的传达室看大门尽职尽责 当杨树茂一筹莫展时 许大爷独自找到贾事发 用陈小霞来警告贾事发 同时小义厉害 这给杨树茂争取来了大机会 可以说许大爷这辈子看准了杨树茂 也因此给祖孙三代赢得了好日子 许大爷的儿子儿媳 从农村进城务工 杨树茂给出了安排 许大爷的孙女小凤 跟着爷爷一起进城 从秦杂做起 一步步成为公司的财务总监 与许大爷和许小凤类似的 还有谢志强和薛兰 他们一辈子看准了一个人 紧跟杨树茂的步伐 就一切OK了 谢志强这辈子 没什么大本事 但他跟对了人 这就是谢老转高人一等的地方 要知道 当年知青返城工作后 杨树茂进了酱菜场 谢志强进的可是纺织厂 比杨树茂的工作要好得多 可听到杨树茂要辞职去南方打拼 跟着赵亚敬学做生意 谢志强二话没说 就也立刻辞职 跟着杨树茂去了广州 在赵亚敬的服装店里干了起来 后来是五金店 做贸易之类 做房产项目之后 杨树茂几经起落 谢老转都甘愿跟随 患难与共 这是很考验人的地方 但谢老转坚信杨树茂总会有办法的 跟紧了别掉队 这就是谢志强与众不同的地方 徐晓凤还跟谢志强结婚了 总感觉这便宜了谢老转 毕竟他之前有过两次婚史 七马与三个女人同居过 华美 贾小英 还有在马路上捡来的那位闪昏闪离的 人家徐晓凤可是黄花大闺女啊 好在 徐大爷满意就行 晓凤和其父母也满意 居家过日子就这样 别人看不热闹 冷暖自知 过得幸福就好 徐大爷上了年纪 摔了两跤之后 杨树茂和谢老转都管着不让老爷子喝酒了 但这也没能留住老爷子 在定房里通过电视 看到了九十七年香港回归的盛况之后 徐大爷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然后嫁合习去 可谓含笑九泉了 徐云山的葬礼上 来了不少人 这见证了徐大爷的好人员 物碑字样是以徐云山儿子的名义来转刻的 老爷子的葬礼上 徐晓凤和杨树茂哭得最痛心 都说老爷子有大智慧 看人很准 如果徐云山看到晴满九道湾大结局中的大合影 恐怕也会忧心忡忡吧 杨树茂作为发起人 区长送来排点的这个晴满九道湾组建成立 有叶飞 石小娜 谢志强 薛兰这四人投资持股 湾底原来的湾多了一个三点水 这格局就打开了 虽然房屋样貌还是原来九道湾的 但这里多出了奇台式 健身设施 民俗长廊等 可供九道湾老街坊的来怀旧 提升文化品格 也可让游玩者在此放松身心 大结局定格的这张大合影 貌似很和谐圆满 却危机暗藏 隐忧重重 一、杨父杨母坐在正中间 得不配位啊 虽然老两口在座位上也让了一番 但杨树茂一句老北京的规矩不能变 他们就立马坐回中间了 这老两口向来如此 不但要面子 还习惯以老卖老 叶飞妈讲得不错 亲家心机太重 当年那一双玻璃丝袜子 杨母竟然戒了那么几十年 真让人想不到 还成为难解的心结了 家穷时 杨父杨母指认前 浑然不觉被赵亚镜利用了 每月拿人家五十元钱 就逼着大帽跟叶飞分开 富裕了 劳两口不让叶飞帮助街坊们一起 靠劳动致富 认为那是多管闲事 可以说 如果不是杨树茂和叶飞乐善好施 杨母在家门口 被赫薛阳扑洒的脏东西摔倒时 还真不一定有人来扶起他们 与杨父杨母一起被洗白的 还有杨树林夫妻俩 老杨家如果不是出了一个杨树梦 什么都不是 杨府杨母从小对几个孩子的教育方式 就是大棒夹杂胡萝卜 有时没事打一顿再给个糖吃 这让孩子们都怕他俩 言听计从 不敢反抗 好在 叶飞在教育儿子这个问题上 没有向杨母妥协 这才培养出了聪明可爱的杨叶 除此之外 傅和敏和石小军夫妻 当真不那么算计了吗 牛挺贵真的学好了吗 赵亚萍跟薛兰复婚 配不配 二 石小娜这么优秀的女性 与杨树茂分开之后 难道就再也找不到适合她的男人了吗 石小娜离婚后 可以带着女儿单身独美 更可以找个好男人嫁了 何必非要陪衬在杨树茂和叶飞身边呢 这大合影中 让石小娜和叶飞一左一右挨着杨树茂 其实大可不必 因为婚姻生活中 这样容易出事 再说了 杨树茂有时候边界感模糊 人家石小娜不这样啊 石小娜的婚姻悲剧 是父亲史方人和二哥史小军酿下的苦果 张力章与石小娜结婚 是图使家在商界的地位和钱财 两人生育一个女儿后 石小娜才认清了丈夫的嘴脸 先分居以观后效 石小娜发现张力章变本家里要转移资产 就果断提出了离婚 还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石小娜之所以不愿意再结婚 是因为心中一直有个杨树茂 那是她的初恋了 多么美好 挥之不去 生活中再有别的男人出现在身边 石小娜都会有意无意中 与杨树茂对比一下 天天杨树茂帅气之外 还事业有成 有责任心 落差较大 她就不甘心屈就 于是一直担着 石小娜是杨树茂的初恋 两人兜兜转转却分开了 看到叶飞和杨树茂 杨叶这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石小娜心中遗憾 就要跟叶飞做亲家 以石小娜的性格 她不会像赵亚敬那样算计杨树茂和其父母 也不会第三者插足 除了祝福之外 石小娜试图麻醉自己 就筹划着下一代的婚姻 还真别说 石小娜和叶飞很可能成为儿女亲家 大合影前排又二是石小娜的女儿 又三是杨树茂和叶飞的儿子杨叶 这两个年轻人青梅竹马 挨得很近 父母包伴儿女的婚姻 这危害极大 杨父杨母一直干涉杨树茂的婚姻 横家阻挠小儿子与叶飞领政结婚 差一点棒打鸳鸯赛 十方人夫妇 站在家族利益上左右石小娜的婚姻 导致女儿痛失所爱 还与张力章闪婚闪离 叶飞和石小娜心中清楚 现在观念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们虽然对后辈有这个心愿 但儿女的婚事还得由儿女来做主 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个 从小相处成长的良好环境而已 其实 石小娜与杨树茂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很不稳定 容易变形 比如 一旦叶飞与杨树茂的婚姻出现了状况 石小娜会不为吗 从以往情况来看 杨树茂与叶飞闹矛盾分开时 石小娜确实在这方面努力过 在杨树茂穷困潦倒时 石小娜要借钱给她 帮她和谢老转买大哥大等等 如果叶飞对感情不是那么笃定 如果叶阳不是杨树茂的亲生儿子 如果石小娜早一点离婚 那杨树茂的婚姻很可能出现变数 也就是说 正是由于杨树茂白月光试的存在 使得石小娜在感情中迷失了自己 总想着离杨树茂近一点 再近一点 结果杨树茂与叶飞坚的姐弟恋修成正果 石小娜却缺失了婚姻 如果石小娜彻底离开杨树茂 不管在感情上还是在生意上都分开 那对石小娜来说 或许会有更好的结局 可以正常的婚恋 而不是爱而不得求其次 整出个初恋的婆婆 三 为了掩盖石小娜在大合影中的尴尬位置 让薛兰挨着她 可是薛兰的另一边就是杨树茂的儿子和石小娜的女儿 如果薛兰没有跟赵亚萍复婚 或者赵亚萍如果没到场的话 这种做赐倒也合理 偏偏赵亚萍在场 最后一排中间站着 她旁边站的是牛挺贵 这就矛盾了 大合影中但凡夫妻俩 坐次都是挨着的 比如杨树茂和叶飞 谢志强和徐小凤 石小军和傅和敏 史方人夫妇 叶飞父母 杨父杨母 包括老杨家那兄妹几个 也都是两口子病例 为何偏偏把薛兰和赵亚萍分开站立 看到赵亚萍在最后一排挨着牛挺贵 明白了 这是犯过错的人 牛挺贵在酱菜场里 上班时恶意举报 让杨树茂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牛挺贵与贺薛阳狼狈为奸 没少干坏事 牛挺贵有奶便师娘 辜负了贾小英和欣欣 还对陈玉莹想入非非 赵亚萍把姐姐给活活气死了 可以说赵亚萍戒毒 是拿赵亚敬的命换来的 亚敬妈从小对儿子溺爱 总是将赵亚敬孝敬给她的钱 偷偷拿给赵亚萍花 这助长了赵亚萍的好吃懒做 逐渐成为赌徒 还跟在贺薛阳和刘士宽这些混子身边 上当受骗了 本想着赵亚敬出车祸 就算受到惩罚了 意外的是 这样一位十几岁 就独自离家打拼做生意的萨姐 竟然会那么较真 被弟弟给气死了 杨树茂带着赵亚敬去国外治疗 回来后赵亚敬还渲染了一大堆 结果竟是阴阳两格的结局 实在令人无语 还害得许大爷在大门口摔了一跤 看到薛兰大结局中成为公司副总裁 才明白赵亚敬出车祸时就立下遗嘱 这是提前埋线了呀 要让薛兰成为第二个赵亚敬 既然薛兰那么能干 三观还很正 那一开始她跟赵亚萍谈恋爱 是看上赵亚萍什么了呀 赵亚萍是个败家子 常年来游手好闲 赵亚敬被她气死后 她真的幡然醒悟 要痛改前非了吗 有亚敬妈那样的母亲在 不得不让人为薛兰日后的生活担忧 薛兰只用三个月时间考验赵亚萍 然后就复婚了 这是否太草率 要知道有句话叫做顶性难移 目测赵亚萍就是这种人 牛挺贵也是 当刘士宽找杨树茂的二哥二嫂讨要欠款高利贷 并且耍横时 牛挺贵作为保安队长 只会吹牛 不敢动 还被刘士宽揭穿了 当年知青从蜜云返城 在火车站那场约架中 没牛挺贵什么事 像赵亚萍和牛挺贵这种劣迹斑斑的人 有必要给他们洗白吗 还不如索性让他们与贺薛阳的下场类似 作恶后受到惩罚 自生自灭算了 贺薛阳来路抢劫赵亚萍 去办理轿车 过户手续时直接被警察靠了起来 加上陈小霞提供了贺薛阳贪污公款的证据 贺薛阳吃了多年牢饭 贺薛阳三进宫都改进不大 出狱后想在公园里当个摔跤教练 被杨树茂父母当众接了牢笔后 就故意使坏导致杨母在家门口摔倒 还失忆了 贺薛阳就是这样屡教不改 那观众凭什么相信赵亚萍会做出改变呢 贾小英则与之不同 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后 拿出实际行动来改过自新了 为了搞清楚贾事发贪腐的真相 贾小英向相关部门举报 连累得杨树茂的工程被叫停 贾小英都要跳楼了 被杨树茂给拽了回来 大合影中 贾小英笑得很自然 她的坐次是挨着徐晓凤 这就合理了 四 薛兰可以成为第二个赵亚镜 但前提条件不应该是让薛兰 将婚姻绑定在赵亚萍身上 薛兰已经成为很干练的职业女性 如果赵亚萍能够痛改前妃 还愿意努力奋斗跟上结胎 那两人可以复婚 如果赵亚萍是扶不起的阿斗 而薛兰却由于照顾赵亚萍母子的责任义务 而被道德绑定 那就很委屈了 另外 杨树颖是老杨家的一缕清风 大结局没有给出她的具体信息 有些遗憾 希望像杨树颖 史晓娜 薛兰这样优秀的女性 都可以好好的 婚恋美满 过上舒心的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